今天是中秋节您赏月了吗 今天各地天气都相当稳定 大部分的地区都有六成以上的机会 可以看见月亮 不过到了明天 太平洋高压渐渐减弱 北海岸东部还有南部山区 都会转为犹豫的天气 中秋连假家家户户忙团圆 白天好天气也将延续到晚上 因此今年赏月几率高 桃园以南可达八成以上 大台北东部地区也有六至七成 唯独基隆北海岸到东北角一带 云量较多 几率只有三成 桃园一直到屏东这一带 其实最适合赏月的 因为它处在东北风的背风侧 天空基本上是比较晴朗的 看到月亮几率非常的高 如果大家有想要赏月的话 基本上可以往比较高山的地方 不过星期六开始 太平洋高压慢慢减弱 天气逐渐转雨 基隆 北海岸 大台北东侧 和东部地区都会出现 不定时零星降雨 南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 也要留意五后雷震雨 到了星期天 雨区会再扩大 加以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 基本上都要注意五后雷震雨的状况 那迎风面的降雨也会比较扩展 包括整个北部东漫部地区 都要注意一些局部的人震雨的状况 另外气象局也提醒 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预计最快在明天增强微轻度台风 但短期来看对台湾影响并不大 大家新闻聆听解缘集台北报道 不过您有发现吗 其实今年的月亮是比较小颗的 是1993年以来的最小月亮 因为距离地球最远 那如果我们和今年的元宵来比较的话 今年元宵的月亮是属于五元硬币的话 那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呢 就是一元的硬币了 不过专家表示 其实用肉眼是看不太出来的 月亮高高挂天上 中秋节怎么能少月娘陪伴 不少民众都打算趁着晚餐时间 抬头应景一下 找个餐厅吃饭 然后抬头赏个月亮 讲一下中秋节的故事 有啊 就带小孩子啊 回桃园看 就是你看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今年天气好 想看到月亮并不难 但却是26年来最小月亮 月亮绕着地球转 它不是正圆形的 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 那今年中秋节满月的距离 大概是40万公里左右 相对的就是比较远 预计在13号晚间9点半左右 距离地球最远 和今年元宵节的最大满月相比 小了12%到14 相当于是五元和一元硬币的差别 此外今年真正满月时间 其实要等到农历16号 15号的位置 刚好不是它三个是 同一直线的时候 所以它的亮面反而是 没有那么最多的时候 大概要再多走一点点 走到16号的时候 它的亮面才是面积最大的时候 不过无论是满月时机或大小 肉眼都看不太出来 人团圆才是欢度中秋的意义 单位新闻聆听解缘集台北报道 健康议题带您来关心 电子烟的特殊口味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都显示电子烟会严重危害人体 而在美国已经宣布了 要立法禁止贩售家味电子烟 不过在台湾 电子烟依然是随处可见 甚至是渗透到了校园 电子烟就像甩不开的背后铃如影随形 尤其加了特殊口味 青少年使用率大增 在美国已被证实造成6人死亡 450人引起肺部相关疾病 联邦政府11号宣布将立法禁止贩售家味电子烟 而在台湾名闻禁止贩售 但在网路上随便搜寻各种造型口味与价格五花八门 有街上有看过 但身边的人没有 他抽的时候他的那种烟影有下降 好像也是没有 对而且抽的好像更多 挡不住的电子烟更早已渗透校园 根据统计台湾已经有5.3% 近4万名国高中生染上电子烟影 它是加热的蒸汽 所以它没有传统的烟臭味 那学校就不容易发现 所以同学们都知道 再加上很多的电子烟商的鼓吹 甚至让这些同学只要去买两三次 他们就把它吸收成为下限 美国FDA研究更证实 青少年染上电子烟 未来抽传统止烟几率增加6倍 政府若不加强稽查力道 恐怕会让烟害加速危害 台湾年轻一代 台湾新闻杨孕子科兴志台北报导 国际新闻先带您来关心 这个位在中美洲的国家古巴 现在濒临了能源危机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 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 让古巴只能以缩减交通运输 来因应柴油短缺的问题 公车站牌大牌长龙 虽说是古巴人的日常 不过受到美国制裁影响 等车的时间更长了 受到美国贸易禁运影响 古巴汽油柴油大短缺 政府因此大幅缩减 公车和火车的班次 有料短缺除了影响交通 各地物资配送效率也大幅降低 古巴政府祭出准结措施 就是为了避免未来几天出现大停电 古巴总统挂保证用电无鱼 因为九月十四号之后 大批油料和补给品的货船 将陆续抵达国门 古巴总统也在节目上痛批 古巴差点面临能源危机 都是美国总统川普的错 川普推翻前朝欧巴马和古巴 重修旧好的政策 重启禁运措施 就是为了迫使古巴政府 放弃支持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洛的政权 牺牲的却是古巴人的通勤生活 大家新闻周博先编译 至于在西班牙东部 现在的危机是雨灾 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 一天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00毫米 打破百年记录 那现在大范围淹水 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学校电力道路也都受到了影响 住宅区街道一片汪洋 房屋在湍急的洪流中 看起来随时都会被冲垮 西班牙东部的瓦伦西亚区 和卡斯提亚曼加区 12号大雨酿灾 两条河流暴涨溃蹄 冲走一辆汽车 造成车上一对50到60岁左右的兄妹死亡 而瓦伦西亚更是在24小时内 测得300毫米雨量 还有人受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 好几位救难人员用力拉住才顺利把富人救出 交通方面多条公路铁路中断 部分地区大停电 当地学校12 13号停课两天 超过30万名学生受影响 大海新闻黄敬廷编译 是什么肥料价格便宜却能有大产能呢 带您看到的是非洲肯亚 有农民把腐烂的蔬菜水果堆肥 并且发酵之后拿来种玉米 产量是增加了一倍以上 一卡车的废弃物不用几秒功夫全倒出来 仔细一瞧全是腐烂的蔬菜和水果 肯亚农业重镇基塔莱回收镇上的蔬果 制成有机肥料 筛掉杂质再装入袋子 有机肥业者在地耕耘十年 因为价格实惠广受农民好评 有机肥化学肥价格比一比 有机肥售价只有化学肥的四折 不过产能可没打折 有农民的玉米田产量翻倍成长 有机肥需求量跟着增加 农民在猎日下忙着翻土播种 根据2014年的农业冲击报告 撒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因为气候变迁和化学肥料滥用 土壤酸化问题日益严重 影响1.8亿人口 有机肥的出现宛如粮食生产的救星 土壤酸化不利种植 使用有机肥能改善土壤品质 又能增加产量 让当地农民大赞天脸的雄厚 50年前的中秋夜晚 台东悲难发生了大火 造成47个人死亡 当时正言上人带队进行发放 现在50年过去了 他们过得好吗 那时候40几个死亡 所以我的最深刻的那个 最难忘的永远不会忘记 每次要到中秋节就会想到 50年前正言上人亲自到 零食安治所发放毛毯物资 当时才4岁的苏美莲 从此心中印着上人的慈悲 人生叠交了也不怕 这人法师的一本书叫做《星灯》 他就喜欢我重新再活下去的力量 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看《星灯》 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让自己重新再活过来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上人 虽因宗教隔阂有所顾虑 但他单起照顾95岁父亲重任 更是长照据点志工 行善行孝及时复出 他邻家的大姐姐刘云英 祈福的人生同样的慈悸情相伴 坐火车我就看到一群慈悸的人 你看那个脸很和蔼的 怎么他们的脸都是这个样子 难道做慈悸就是 就会这个样子 我就一直在想 我就说我终于一天 我也要做 94年的时候我就帮回来台东 结果就有一次就是看到美祖师姐 穿着慈悸的衣服 我就喜欢看他了 我就一直想尽办法就是要去接近他 明伯特还是什么时候 他们那边都淹水 这美善身影 在两年多前丈夫往生时 扶持着伤痛的他 更一路带领他穿上慈悸制服 成为村里第一位委员 他在这个团里很和 没有比如说人家说踢到铁板不会 那我想是来自于他的生命经验 做慈悸对别人就是就可以这么好 我对我的家人为什么不可以 我女儿也是曾经这样跟我讲 她说自从你做这个 我也感受得到 人家被祝福的感觉 当年撒下爱的种子 以生根茁壮 蓝天白云下的东兴村 数十年来有爱相伴 这是我第一次的见面礼 哎呀 不好意思 不会 不会 我也没有什么回礼 大部分这边的个案都是因为 父母身体不好 所以孩子有时候就会教育疏忽导 就像杜女士 脊椎出问题多年来无法工作 要供应孩子读书不容易 但是她不孤单 到现在你看我们还在受她的补助 还在帮忙我们 对啊 对啊 像我的小孩子你看 还有最小的在组武装 武装 对啊 你们还在协助我们 真的很谢谢 对啊 五十年的情缘迁细 不论大灾难 小考验 慈悸一直都在 九二一专题系列报导长情二时 当时有很多教育人员也是受灾户 但是看到孩子学习不能间断 决定要接手岗位 走进二十年前被地震毁坏的家园 周庚新校长回忆涌现 九二一地震那一夜 妻子开刀正在住院 岳父母来家中照顾孩子 却遭逢劫难 我岳母当然就是死亡 然后岳父就头部重伤 但是也让我在面临家庭的转折 失去亲人跟家园的痛还没平复 灾后 周校长调到受创严重的秀林国小 校园百废待举 艰难考验不断 就面对它 把它处理好 事情自然就要 只要你没有那个私心 我们希望孩子们跟树是有亲近的 灾后重建的秀林国小 保留老树 注重排水防灾 空间宽敞明亮 周校长用心规划 亲力亲为 成果丰硕 后来调到竹山国小 继续为教育付出 校风广受好评 九二一地震没有打倒周校长 一路走来 他秉持出发心 我是属于贫困人家出身的 我一直认为教育可以翻转一个人的命运 也可以翻转一个家庭的希望 草屯敦和国小校长室这天很热闹 40年前教过的学生来拜访恩师简秀赫 在外面从小就很调调 然后每次上课都问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以前远珠 大家都走路去爬山 回忆儿时 也回顾20年前九二一地震 那年的教师节 简校长回半岛家中拿东西 断线好几天的电话突然响起 电话响了 我吓了一跳 过去接起来 然后在对 在电话那一端听到的声音是 老师 教师节快乐 小学当班长的谢永宏 九二一时是建筑系研究助理 那年教师节 电话那头就是他 打来关心老师受灾情况 有一点点工程的专业 就跟老师想说讲一讲他房子的事情 也不知道说老师会这么感动 师生情谊深厚 后来小学同学还一起来帮老师家修缮 信坛服务42年 简校长在教育路上始终热情 你们很优秀 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我们不管在之后 什么国中高中大学 我们一定都会记得你 他常常说我们学校就像是一个大家 然后他就像是一个温暖的 我非常喜欢教育 我非常喜欢孩子 九二一地震当然让我看到很多的孩子 因为这样家园毁了 校园倒了 可是这些孩子更需要教育的力量 来帮他们重建他们的心灵 南投普里艺文管理 笛声悠扬 长笛演奏家谢志伟 跟妻子儿女表演四重奏 悦耳动听 他的钢琴太高了 钢琴太高了 你们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看我的反应 指导学生态度温和细腻 谢志伟老师是新竹人 大学时在埔里租屋 客于兼职教音乐 却遇上九二一地震 如果跑出来大概三公尺 我的房子就下来了 这一阵改变谢老师原本毕业出国的规划 他选择留在灾区 带着乐器走进帐篷区符合屋 有些孩子他听到音乐以后 他就会比较舒缓 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帮助这个地方 只有用音乐 娶妻生子 投入在地音乐人才培育 九二一地震反而让谢志伟决定 在埔里落地生根 大家都进来帮忙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 来到南投中疗爽文国中 四校联合成果发表 是学校年度盛事 主持人是教导主任王正中 王正中主任是畅销书及电影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的主人翁 九二一灾后回到偏乡 推动翻转教育开化结果 我觉得那个孩子里面的眼神有光 是我们觉得 是我自己觉得这二十年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改变 实习时一心想离开偏乡 灾后学生的呼唤 王正中回到爽文国中 让他成为偏乡里的明星学校 非常骄傲地跟上人报告 跟所有慈祭的师兄师姐 跟当初帮助我们这些师兄师姐们说 爽文国中把软体 做到跟硬体一样好 再回顾四川大地震 慈祭筹组议诊团队前往 台中慈祭医院院长 检手姓也是一员 当时他认识了一位十岁的小男孩 今年这位男孩 特地写了一封信寄到台湾 里面写了什么 从孩子们的表情 几乎感受不到 经历生离死撇的苦痛 那是2008年夏天 四川五一二大地震 刚过后不久 志工把关怀带进灾区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一家人 当地人说话有相应 有位翻译小志工 做沟通桥梁 他没来得及去动手 这就地震了 他说还没来得及去动手 这就地震了 沉稳不害怕 台西伟当年才十岁 如今是大学生了 因为老人的话 有可能会就说话呀 一些什么的 都行动都很不方便 但是检院长就很有耐心的 听他们讲 然后我去翻译 然后听我讲 然后再去问他们 往事非得没忘记 今年他还写了一封信 跨海寄到检守姓院长手中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 在十一年前 有一位小男孩 因为地震的缘故 与您结缘 信中这样写着 大地震那一年 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 所以我有能力时 也尽量做志愿活动 去敬老院帮学生克服 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 让他的一个人生的 一个方向上 有着往助人的这个方向 去用心努力的话 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检院长当年 从四川回台湾之后 习伟就曾经写小纸条 说下次见面 一定要聊上一天一夜 虽然在那个08年之后 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 但是我想说 你一直在我心里 其实都是埋下的那一颗种子 期待圆梦 真有这么一天 还会再相见 大约新闻过去 欧阳光辉 叶平 综合报道 中秋节除了赏月 还要吃月饼 就连动物都不例外 过中秋 新竹市立动物园的宛穹 最高兴 因为保育员手上的 特制养生月饼 让他们食指大动 除了有月饼加菜 看到小黄瓜 浣熊更是一把抢走 这边浣熊有月饼吃 而另一边的河马乐乐 则是张开了嘴 吃大西瓜 磕了中秋快乐的大西瓜 塞到嘴里 一口咬下 瞬间爆开 边吃还边发出噗噗的声音 真的很可爱 他们都是小朋友票选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 晚熊的话有晚熊特别的月饼 然后里面是有地瓜 小黄瓜 火龙果 香蕉 然后 河马乐乐的话呢 我们有帮他准备 磕制中秋快乐的西瓜 然后希望河马跟晚熊 中秋节都很快乐 中秋节动物虽然不懂赏月 但是也能加菜吃月饼水果大餐 和大家一起过节 共同享受这个团圆的节日 大家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以上就是这节大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